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加上包括全国动物医院院长陈道杰在内的各地校友 捐助了许多奖牌跟奖品 让球赛会场人潮满满 人气沸腾气氛超夯 东海大学校友联议会会长杨恒福表示 几年来疫情让大家经常闷在家里 希望借着这场球赛提倡羽球运动 增进羽球竞争水准 提升国民身心健康 促进校友跟球友的情感交流 从前年就慢慢形成一个校技杯 中部地区的几个像中心冯甲静宜 他们都来参加 那今年更可贵的就是说 嘉义大学 济南大学 因为全国以球赛之后 变成大家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 联系的一个感情的地方 所以说今年增加到了28队 十多年前东海大学校友会创办了校友联谊球赛 后来就以东海大学著名的陆思议教堂为名 这几年已经逐渐扩大成为全国性的活动 东海大学也结合中部极锁大学的EMBA 羽毛球队加入竞赛 希望能够加强资讯产业连结 提倡运动健身抵抗疫情 让生命充满活力跟阳光 进步跟希望 记者陈文旭 萧朝全台中报导